近日,梁洛诗登陆微博,发布一组在香港山上捡垃圾的图片,并配文,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美依不仅外表出众,更有一颗善良的心,让我们为她的节目一个好人大声喝彩。 照片里,将美依手里踢着大包小包的垃圾,面色红润,她身材紧实,仅有紧神衣包裹下腰间小小的坠肉,稍微暴露她的年纪。 江美依今年52岁了,比梁洛诗大了整整17岁,她的脸上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状态也太好了吧。 看起来梁洛诗是来帮忙宣传江美依的综艺节目一个好人的,这已经是江美依这两年主持的第三档综艺。 在轻综艺重剧集的TVB,综艺节目意味着低成本老套路,而江美依的这档公益性综艺,天天在垃圾屋打转,真的需要过人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坚持。 其乐怪了,江美依自从在万千星辉颁奖里,2022凭借下流上车足捧走事后奖杯后,就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境地。 获奖后,她仅仅在隐形战队和罗密欧与祝英台中露过脸,都是配角,最关键这两部戏都是存货。 整个2023年TVB拍了13部戏,江美依的角色都没有。 《金国枭雄之悬崖》筹拍时,各路博主都爆料说江美依在名单上即将到横店禁足。 毕竟江美依曾经在《金国枭雄之意海豪情》里有过精彩演出,可惜最终海报出街还是没有她。 目前TVB还有六部正在拍摄的剧集,没有任何一部带江美依玩。 筹备中的四五部戏将会力捧新闻女王班底,比如高海宁也没有江美依的事。 哎哟,江美依这该不会又得罪了谁吧,一位刚拿了事后,就陷入聚集零产量困境的女演员。 不应该啊,说起来,这已经不是江美依第一次遭遇人生跌宕起伏。 她这五十年啊,过得相当刺激。 江美依是亚氏出身,那些年TVB收拾数据,常年吊打亚氏,TVB明星里电影咖也就一步之遥。 江美依也曾说,我一直很羡慕在无限拍剧的演员。 论年龄,她和萱萱,陈慧山,张可依等是同时期的艺人,江美依明明演技颜值都不输他们,知名度却差了一大截,得不得就被公司雪藏。 演员这个行业,谁红谁不红,终究还是看命,不是没有能力,只是缺点机遇。 江美依不是没有嚣张过,念书时候,她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人美英文好,一毕业就当上大老板的秘书。 月薪过万,那可是三十年前,威风急了,某天,江美依去帮老板买三明治,被星探偶遇。 小姐,你头发那么美,不如来拍洗发水广告。 去了影棚她才发现,合作的是影帝周润发,这则百年润发的广告创下8.5亿营收,直至今天依旧被美学老师奉为经典。 江美依曾得意地说,我一生就拍过三个MV,两个刘德华,一个黎明。 这也算是神仙开局吧,彼时娱乐圈神仙打架,但江美依谁也不怕,她直接放话,不是女主不演,大不了回去当秘书了。 结果第一部剧就空降女主肥猫传奇的康春明。 坦白讲,那时候的江美依谈不上演技,只不过这个角色贴脸,她按自己的理解眼也能大概交差。 不过港圈导演出名的严格,新人不会走位不懂光,在香港是要被破口大骂的,更何况江美依面对的是郑泽氏。 别看郑泽氏荧幕形象是呆萌的肥猫,她本人那叫一个凶,据江美依回忆她走错位置,被郑泽氏连骂36个小时不重样。 祖宗18代都搬出来用,港圈的女演员都是这样成长的,江美依在亚氏的上位之旅走了十年。 当初大台花旦众多,江美依选择宁当机头不做凤尾,也有她的道理。 然而,2009年,亚氏突然破产,江美依一下就落到了失业的境地。 这时,还好友男友吴君祥拉她一把助她翻身。 当时的江美依对吴君祥感恩戴德,殊不知几年后,同一个男人赠她一场最盛大的空欢喜。 吴君祥是吴君如的弟弟,她和姐姐一样也是圈内人,在陈可星的电影公司负责一些幕后工作。 吴君祥和江美依是同班同学,长大后久别重逢,当时江美依刚刚结束和粤语明星张英儿子张伟的五年感情处于空窗期,两人发现彼此兴趣相投,于是就开始交往。 坦白讲,吴君祥外形根本配不上江美依,只不过江美依性格风风火火,粤语叫做炮仗景,意思一点就诈。 吴君祥则情绪稳定,成熟稳重,对江美依体贴且包容她老爸是知名老牌艺人夏春秋。 姐姐姐夫也在圈内有一席之地,有这种家庭背景的吴君祥凡事不争不强,淡定从容,让人相处起来非常舒服,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图个情绪价值吧。 恋爱一年后,他们就在拉斯维加斯偷偷注册结婚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两个不算大牌的艺人偏偏选择隐婚,对外以男女朋友相称。 没关系,总之江美依已经是吴佳人。 亚氏出问题时,吴君如站出来给弟妹牵线,江美依以38岁高龄过档TVB,当时亚氏其他艺人不知多羡慕。 要知道,让一个年近40岁的女人在事业上重新开始并不容易。 鄙视港圈亚氏艺人处于鄙视链底端,TVB要了江美依但并不重用她,一直拿她在剧集里打酱油。 每季名曰,洗掉亚氏尾,从使徒行者里的墨献情到MY圣Lady里的圣女作家袁琛,将美依擅长饰演那种表面一套伪光正,实在有自己的小九九。 但始终底色善良的女性,真是有人味,将美依最具忌妒的角色,还要数冲上云霄里的机组成务长方瑞佳,一个时髦的过分的猪女形象。 方瑞佳老公是机长,人到中年两人感情已经淡如隔夜茶,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方瑞佳得知老公出轨,她不吵不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了,转头她马上就和年轻的机组小伙马国明来上一段姐弟恋,也当了出轨的渣女。 小编始终认为,一个演员演得最好的角色,一定有几分像她自己,将美依对老公吴君祥也是奉行要来便来,要走便走。 她从不查手机更不过问行踪,双方讲究一个自觉。 2014年,吴君祥跟姐夫陈可欣一起北上发展,走之前宣称要去搞大事业,将美依自认市场在香港,还是更愿意就在香港拍戏。 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生活,很快,号称要去搞事业的吴君祥,就被狗仔拍到在酒吧和绯闻女王言书,明天面而语,春风满面的照片,等一张张偷吃触轨的照片,打在江美依脸上,生疼,但她还是像很多大婆一样,选择稀释宁人。 我绝对信任她,她只是逢场作戏,这种放养式爱情,让她们已经疏离的关系越发脆弱,没有孩子也没有共同财产,要离开就是一句话的事。 2018年,将美依和吴君祥公开婚姻的同时宣布离婚,十多年感情说没就没了,说不在乎都是假的,但当时,将美依还可以体面给前夫祝福,感情上的失忆多少会影响工作状态。 排亲亲我好妈时,将美依多次被抱在片场情绪失控,私下改剧本,甚至踢走监制,逝去吴君如一家作为靠山,将美依显得孤立无援,TVB将她血藏了,这是将美依第二次遭遇事业瓶颈,同时还失婚,但是命运往往低处未算低,更惨的还在后面。 原来将美依当初选择引婚,是为了拼事业,也是为了事业,她一直不肯生孩子,这让她的婆家对她意见很大。 前夫出轨后,婆家没有一个人肯帮她说话,让她很难接受,就因为将美依不肯退下火线生孩子。 吴家所有人对她的遭遇冷眼旁观,说尽风凉话,一场婚姻被老公背叛被婆家嫌弃,将美依只能黯然退场,还因此事业也触交。 这时,她认识了一个自称黎博士的伪富豪,黎博士自称亿万身家,她在比福利山庄租下三栋别墅,家里请了三个保镖,八九个工人。 她一致千金地支持江美依的慈善事业,只要将美依主持的慈善晚宴,黎博士都是一致千金的捐款。 你说一个失忆的女人,面对比福利山庄走出的富豪,她又对自己青睐有加,是不是分分钟掉入陷阱? 某日,黎博士以指点江山的姿态,指导将美依投资一个药品,将美依以为命中贵人嫁到,马上落重本杂身家投进去。 她不仅自己投,还邀约红金宝,张继聪都来投,将美依几十年娱乐圈的人满,都被黎博士利用得干干净净。 黎博士怒转四亿,套现离场人间蒸发,只剩江美依两眼一抹黑,这时她才如梦方醒,自己当了一条大水域,不仅自己的几千万散见,声誉和信用也被连累。 看江美依这么惨,还是TVB又向她伸出援手,她又回TVB勤勤恳恳演了几年戏,终于在2022年拿了事后,知道了背后这些经历,你应该能懂江美依拿到事后时,为何哭成那个样子了吧? 真的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事后之后,TVB反而不给她工作了,让她去主持捡垃圾的综艺,江美依自己也承认,我是没有机会都是公司安排的,大台对艺人这种极限拿捏,真的太考心态了,一不小心就要崩,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起伏,江美依已经认了,着急也没用,只能等上天安排。 人都是这样的,从一开始人定胜天,慢慢意识到命中注定,在之后就告诉自己,拥抱变化,允许一切发生。 其实就是一个认为的过程,就看看老天你究竟还有什么把戏。 采访最后,江美依说,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自然就会给你说这句话时,她一闪而过的微表情,如此苦涩如此复杂,和之前的泰然自若判若两人。 阿姐,事到如今让我喂你一口鸡汤,低谷人人都会有,熬过去是唯一的办法,专注自己的路,好运就在来的路上。